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来没有过 这都算国际性事件 马年出现了很多戏剧性的事件 方方面面 比如金融市场也是 从来没有过的一轮牛市 突起来他就来了 这是他说的话 长到所有的人都疯狂 他是演艺界的股神 就说当演员的炒股就他发了大财了 没 这不能这么说 但是这的确是这一轮 他不敢说一说就回去了 这一轮 你要满仓踏空就是这意思 在人类的股票历史上 马年的这一轮行情也是从来没有过 我们创造了历史上的记录 我们日成交量过万亿 超过了美国 中国的股票市场一下子变成了世界第二 超过了日本 然后无数人发的大财 几天之内股票可以翻个几倍 连着来券商涨完 涨完铁路涨完银路涨完银行涨 然后我在想 这个是我们过去的思维是没有过的 马年才来了这么一次 好 加上上海滩的踩踏实践 是吧 然后你说无数人发的大财 我不太懂 一个原因是什么 再一个是谁赔了钱 太多人赔钱了 那钱从哪来 所有跟过去 你知道中国老百姓很可怜 这么多年 股票不都是熊市吗 对 谨小深微 大家都知道一道理 挣了就跑 挣了就跑 是 这回不是 这回也是挣了就跑 可是他接着往上冲 就是大部分人就是满仓踏空 就按过去的思维就是踏空的 只有那种勇往无前的人 他才能够好到最后 但这种人除非是新股民 老股民他不会这么干 那你是怎么干的 我非常荒谬 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券商会好 我就不说我具体的操作了 我拿我的股票的账户 我有几次拍了一些视频 结束的时候给你看 就看他怎么掌握 有我的账户的样子 你看他每天是怎么挣的 但是这一切都不值得去说 因为我认为它是有非常大的风险 因为我们这次是融资融券 是有杠杆在那里面 我想言归正传 我想言归正传就是 今年是一个想象不到的一年 惊喜的一年 surprise的一年 还有就是意外事件频发的一年 对 但是你要说惊喜 可能咱中国人惊喜 我看法国人现在只是惊无喜 法国人是又惊又怒了 你看看这个 我就是说 马先生那天我看到 击毙了 一帮多少法国军警 把他给击毙了 但是把他击毙 你知道有很多电视台拍的视频 可是那天谁发过我一段 我倒是注意这个话外音 显然是个在法国的中国人 拍 你知道这个视频 虽然拍的是击毙这个嫌犯 按说是挺惨 惨烈的 对吧 可是我怎么感觉到了 中国人这种看热闹 不怕事大的精神 这女的 你想 你在这种情况下 砰砰砰子弹乱飞 还有一点 他这么拍 他这种看热闹不怕 你可以看看他这段 你看到没有 全部那个什么呢 你看 枪耶 我根本拍不到 全部在那个超市里 哎呀 有我们气嘛 好可怕 已经在爆了那个什么 现在没有办法的那个什么 所以说你是要赶出去 还在爆 还在爆 还在打 还在打枪啊 看到没有 里面还在炸 还在炸 你看 还有死亡的人 哎呀 警察倒掉了 警察被打了 不要跟他说 好可怕 警察也那个什么呢 你看你看 完蛋了 这个 你打个电话给你 给你去讲 肯定没办法出去了 你说没办法出去接了 叫他 你看这边还有路人 你看他跑出来了 在那边乱成床 像有两个人跑到我们家楼下 瞎死掉了 你说我怀疑他看那个 有没有一种看放炮上的信息 想过年 我觉得这个片子很说明很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说明我们的这个业余的这个新闻工作者呢 的专业素质啊 超过了世界各大新闻媒体的录像 那全是乱晃 每个人都稳 非常稳 而且呢 解说非常到位 所有的细节 包括周圈的环境 全跟你说到了 对 而且本身是媒体不怕死的精神 还有呢 是自我参与的意识 就是还有我自己的情绪 比如说吓死人了 什么的 我们的媒体的新闻播音员 都不会说吓死人了 这种话都不会 非常感染人 对 而且有现场解说 警察倒下来 画质非常好 就是新闻做到这份上 很难的 心理素质很高 今天你说说 你要给他一个摄像枪 他这片子就卖了钱了 没错 直到大钱 在世界各新闻媒体中 这是我看到最清晰 而且最有意思 很准确的反映当时情况的 而且适合咱们中国人 说的是中文 三个人 你听到声音是三个人 是浙江人 听那个说那个普通话 那个味道 没错 就是屋里还在进行 枪枪三人行 对 窝固着人家拍着 一点都不害怕 他认为子弹 绝对不会像他这边来 你看有没有 他那个画面非常的稳 一点都不晃 所以你看 这个东西 我们不能说 他们没有同情心 我觉得不用拿什么 道德的帽子扣在 同情心很多 哎呀 警察报了 什么什么 说的很 但是就是很多时候 中国人是有一种 对于要不跟自己 无关的事情 他看着就像看热闹 但是 其实他真的 没意识到危险 我就在想 这个子弹打到他那 一个榴弹 以前真的有 在那个边境 云南还是哪 我忘了 经常有榴弹 就把人给伤 是是是 对不对 他这个理论上讲 你探出头就是危险 对啊 而且是非常的危险 所以就看上了 不怕事大吗 没错了 但是我就是说 我看看这几个 被击毙的这嫌犯 你看有一个女的 还是说是个性感女郎 对对对 很漂亮 他那个 跟他一块的那个分子 是个黑人 黑人 就就就就俩人 而且 哎 这件事啊 引起我呀 就琢磨一直以来 这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们不是从这个中东去的 都是本地的 过去咱们讨论 一说这个恐怖分子 我记得 很多嘉宾都说一句啊 就说 生不如死 就说那个车臣啊 或者中东啊 这有些地方 就说他们这个 包括阿富汗 就本来就是活的 生不如死 所以对他们来说 稍微洗洗脑 他就敢不要命 对 可是这些活在西方富裕国家 应该是文明国家 哎 你要说受的教育 他受的西方教育 可比他受的这种 来自这个极端主义的教育 从量上和时间上讲 是更多的 对 那么就等于是于法国年轻人吗 对 我们我们今天老说 就是深层次问题 其实深层次问题 是最难说清楚 就深的哪一层是 是层次 对不对 他们这些人呢 就是轻则是二代 重则是三代人 已经移民 所以说一口流利的法语 理论上讲 他应该融入这个社会 不跟这个社会 发生这么大的冲突 现在叫极端 极端主义 极端主义分子 极端主义分子 做这么极端的事情 那么 从欧洲国家上 你为什么这次游行 这么大规模 所有的政要 全部都出席 这个游行 这是法国游市 我给你看几张照片 我觉得也是波涛汹涌 你看 这是不光说 现在据说 你再往下看 据说光巴黎啊 就上百万了 160万 欧洲各国的首脑 全都汇聚巴黎 感觉像全世界 无权就联合在一起 对对对对 就有点是 有点像二战 那时候的游行 你瞧瞧 你看 奥朗德 奥朗德在中间 默克尔 是吧 空前团结 空前团结的气氛 你看 他围出了一个 这是画家的 这是被害的 画家的样子 然后你再看下面 巴黎上百万 走上街头 他那个雕塑上全人 看到没有 中间那个雕塑 上面人有的爬到极高处 我昨天看那个新闻 都看到了 那么 那么今天的这些 他们最怕的事情 是本土生成的恐怖分子 本土生成的第一 你很难去 去知道他怎么想 他为什么变成一个恐怖分子 第二 控制他非常难 你外来的人 你总有入境 这一道手续 这些人都是本土的 而且这些人 已经有迹象了 是吧 现在说出来 这个已经列入黑名单了 但是 现在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武器怎么搞到的 那么今天对西方来说 我觉得我们国家 就这点好 武器管理极为严 如果中国的武器 是这么放任的情况下 也会出现恶行事情 我们管理的很好 但是欧洲就不是这个状态 欧洲今天 都是随便出入的 就是在欧洲国家里 我们就所谓深根的 开车就可以走 而且相对来说 他人权的保护 就是你不能任意的盘查 出了事可以盘查 不出事你也不盘查 那这些东西 它机动性有强 出现这么爆裂的事情 导致这么大的场面 那是今天我们谁都没想到 我就不能想几百万人 和平时代 这是一个事件 提的是 那个事我就是挺可怕 就是穆斯林的人口比例 在法国好像还挺高 八点几 所以他们很多 就是在当地的法国 潜伏在那 就是平时是正常的人 但一旦发生恐怖主义的时候 这个人口比例 是基数很大 很有可能 突然下出现了 很多的恐怖分子 就是当地人 拿着当地的 我们说是身份证 或者什么的 那这样的话 整个法国民众 他就会 就是生在那样的一个恐惧的氛围当中 他就是怀疑每一个穆斯林 他可能会 一定会有人声称抵触情绪 就是他现在百分之八点几的 这个穆斯林主要居住在 这个马赛这个城市里比较多 他昨天我看那个世界周刊上 就讲他的那个居住环境 就是政府也开始对远离他们 就开始 因为他有各种人权和法律的保护 他又不能招他们 但是呢 他就放任他们 所以他们这些人就 聚集更大的远看 说你看我们 我们也是纳税人 为什么我们这街道上全是垃圾 你看那个街道那个垃圾 就跟我们乡下差不多 也是巨脏 就是你不能想象那是法国 法国这么浪漫的一个城市 最追求自由 是吧 我们小时候看的画 就是自由领导人民 是吧 那就是法国 法国 而且我这真是看出来了 他们这个自由啊 我觉得中国人是不敢要的 我们这帮人 我们哪敢要 这个真叫不自由 无宁死啊 他就是你明白 因为你要变成个警察国家 对 全部监控 对吧 有怀疑的人群都给他控制起来 那当然 他也不干 他也不干 但是他就达出生命的代价 对 你再咱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我就是现在觉得这个挺可怕的一点呢 就像这个is ris 还是s ris cooled 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 哎 那里边一大帮人 也都是西方世界 来到很多人 去的年轻人 澳大利亚去的 对 然后你知道 现在有些这个西方国家不愿意对他们空袭啊 也是因为一个原因 就是说我要把他们空袭惨了 这帮人就回流 嗯 回流到我国制造恐怖袭忌 他怕这样了 你知道吗 但是你是我就说 我百思不及其解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要说一个地方 穷人对吧 生活太贫穷了 他这个干出这种事情 可是他在这种西方国家的年轻人 他要这么做 他是从哪来的 你不要说这个他杀这个什么 这个查了个周刊 马先生刚才不是说了吗 他某种程度上也都是点名杀的 对他问你是谁 就是他很 就是他按他的话 他就是冤有头债有主 他等于是问清楚你是谁 才开枪 所以他是目的很明确 他没有滥杀 尽管也有警察被杀 警察是他认为是威胁到他了 他没有说拿出这枪到人群中扫射 他不是这种事情 他还是很精确的 就要盯住查理周刊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 他自己肯定 我认为这是自杀式袭击 他肯定是 知道 我认为他清楚 他非常清楚 但是他也跑了 他尝试着要跑 对他尝试着要跑 但是他心里应该清楚这个后果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刚才他说的这个话题 就是富裕的人群 就是白 就是这层 现在是不是贫穷的人群 西方国家吧 西方国家出现这么多人 就去这个伊斯兰国 大概是不到一万人 也是大几千人 六千到八千人 全部是来自这些国家 这是西方人最怕的 怕的是什么呢 他们有一种理论认为 这个中产阶级革命 是最容易成功的 就是贫穷人革命 是不可怕的 贫穷人的革命 最简单的方法 是赎买就可以 我一给你钱 你就老实了 对不对 中产 他不是为钱来 为钱来的事情 是比较简单的事情 那这些人都是过着 一个优雅的生活 对吧 都是不愁吃 按我们说 不愁吃 不愁吃 也没有什么大病 医疗社保 什么问题都没有 但是他今天 突然站在社会的对立面 所以西方的制度 在这个资本主义制度 成功以后 他到今天是个节点 所以为什么就出现 像希腊那种 全国性的罢工 法国这样的国家 随时都可能罢工 出现这么恶劣的事情 它是有极深层次的原因 这些人的出现 今天对他们是个挑战 是个难题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得检讨 这当然中国搞教育的 也在说 为什么你说 这个学校教育 盯不上孩子 对口在网站上 看点什么 他们讲啊 就这个这个西方年轻人 到这种家伙极端组织 说这里边关键有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好像几年前 已经被美国那个给击毙了 叫那个奥拉基 这个奥拉基 他就是在美国受的大学教育 现在也是被尊为 某种网络教主 对 就是他开启了 就是这种恐怖组织啊 通过网络 他能用英语 讲他们这种极端的这个教义 而且他懂得跟美国的年轻人 怎么说话 跟英国的年轻人怎么聊 是 所以就是说他在他造成这种局面当中 他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昨天晚上我在看那个HBO的电视 那么除了看到我们说那个游行的新闻之外 我还看到了一个老电影 就是阿甘正传 其中有个很明显的 有一个大家记忆由深的一个场景 就是阿甘伯尔长头发 就自己有一天突然我要跑步了 他就是瞎跑 一路瞎跑 别人问你为什么跑啊 是不是环保主义啊 是不是爱互动啊 是不是反游 什么话都不说 我就想跑 跑着跑着 他就有了追随者 从第一个追随者开始 就是一年轻人 后来一大堆年轻人去追随你 年轻人喜欢寻找偶像 寻找这样的一个行为规则 那么好了 我们说这个欧洲啊 其实很长时间遇到了一些痛苦的事情 尤其是他的福利慢慢的就越来越少 你意大利啊 西班牙你去看 包括法国 这个由于当年的高福利造成了政府的负担很重 经济它老是起不来 你看平时的优雅的欧洲人 他们平时很享受这种悠闲时光 在海边度着假 工资也很高 就假期也很长 国家负担就很重 每一个上任的人呢都要用一种许诺 说我要让老百姓减税 让你们过得更好 才能当领导啊 可是政府的负担就越来越重 可是现在啊 我突然发现有了这次事件之后 大家对政府的注意力啊 稍微 对他们很宽容 你没发现那么多国家的领导人手把手站在大街上 老百姓上百万人上街游行 其实我觉得他们已经在转移一些注意力 空前团结 他把他自己本来的一些社会矛盾反而减弱了 同时我觉得这一次啊 我觉得主力军还是我们的年轻人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些个 我们说极端分子啊 很多是年轻人 呃去主导这些事情上街游行的年轻人 就是就是我发现他们的能量在被引导 就像当年阿甘跑上街上去 就会有人追随 是是你这个说的对 但是但是我不认为他通过这种游行能解决这个问题 嗯 这个问题肯定是没有解决 是多年的一个积累 资本资本主义这200多年 就是他高速发展的这200多年呢 按照一般的事务的规律啊 我你看我们过去的朝代 为什么300年是个限 就大部分朝代 甭管你多好的朝代 到300年就跨不过去 他就是一个制度的使人 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最初认为优良制度的弊端 任何一个制度都是利弊相随的 弊端开始显现 就是他人开始泛滥 为什么他创造力不如我们 是因为我们人勤快 中国哪个大老板不跟蚂蚁似的一天到晚 全世界都中国人就中国人勤快 你到欧洲去那人都懒 他为什么呢 他让人讨厌 对对对 他现在欧洲那个懒的让人讨厌 你现在欧洲的那个效率之低 咱们今天在机场你出来 你稍微慢一点 行李一慢 你就着急就就马列子 就说这个说呢 你到欧洲去你等着去吧 欧洲那个我一入境干什么都巨慢 就是你得有巨大的耐心 欧洲人很习惯这种 他不认为是什么问题 那么由于他的这种制度就高福利的制度 导致人的创造力越来越低 干活跟不干活的差不多 你在欧洲今天你去领救济 活得很好很自在 天天可以喝咖啡 不行不行就生孩子 问题就出在这 问题出在这 因为没有刺激 所有的年轻人就是这些富二代们 就是可以说是富二代是吧 就这种衣食无忧的人 跟非洲底都是富二代 寻求刺激 跑到中东去去参加 那全是随时丢命的 大家都知道 去之前就知道 这还真的是 你知道这是年轻人 他们当中有一个词叫恐怖酷 酷就是英语 就说你很酷 你当一恐怖分子 戴这个头巾 拿这个中国枪 你很酷 你知道现在说恐怖分子 在欧洲招人 还有用帅哥招的 就像你说的 一帅哥在网上这么一弄 就有女粉丝 然后女粉丝追随他 他就输送这些女粉丝 去大马士阁 就输送战士 就是输送这种 你说这些年轻人 他们就是要干点什么 然后他有一个感觉 你记得我有一次 在这放一个 法国电影的片段 我就说法国学生上街 他们唱的那个 绕舌的那个歌 其中有些歌词 就关联到 咱们说的这种情况 其实我要说 有一个词 现在年轻人很时髦说 就是刷存在感 那个歌词里唱到什么 就是说什么事 都跟你们讨论完了 什么事我们能决定 你明白吗 你们这帮四五十岁的 你们把什么事都聊完了 我们什么事轮到我们 然后就是说 我们处在城市的郊区 我们到不了中心 你所有的规矩都有了 对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一方面 找不到工作 找到了工作 我们也觉得无聊 那你说他整个这种 就是极端思想容易点着 对 他现在这种就是 年轻人找到的工作的收入 跟那个领那个救济 差不太多 在欧洲 很多人就不爱工作 就是这个状态 我们去法国拍片子 你知道吗 就有个法国摄像师 他是什么情况 就是说 他说我一年就工作三个月 就临时的 我给你们工作三个月 我就不干了 我说你为什么不干 他说我算过 就说我这工作三个月 然后剩下这九个月不工作 政府给我的什么 对 还说我工作 拿的工资 所以他就一定是一样的 咱们就有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三个月不 drie 我收到来 这三个月不准备 两个月 ざ找得 muito 殻尽 好了 非常之后 是一句 那他也是想讲哪个事 就几年前不是 挪威有一个小伙子 也是衣食无忧 反正还自己写了很多页的宣言 然后有一天拿着枪冲上大街 打死几十个人 一个岛上 你才判了21年 80多个人的人命 对 算下来没多长时间 按人均来判的话 等于是一条人命没有多长时间 但是他那个是 当然跟我们这次的极端主义的情况不一样 这次像马罗罗说的 背后有宗教的问题 那个我是觉得折射出一个年轻人 特别容易在存在感这一点上 被人利用或者是自己造成一种破坏性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存在感 中国的年轻人还好 有危机感 他缺乏安全感 房价那么贵 家里人的要求负担那么高 哪怕你结婚晚一点 你都觉得有压力 外国人他不是 但他毕竟还有一个存在感的要求 就是我如何能够表达 我真正在这个世界上活过 是吧 所以他可能有时候控制不当 他会有一种破坏性 所有人都渴望成功 被人铭记 对 法国破坏这很正常 就他这次新年交际烧900多辆车 你看到那些 而且我一看还说 比去年减少了20% 去年烧了1100多辆 还少烧200多辆 所以他那意思是有进步 咱要烧900多辆车多了一事 所以其实我们老觉得 你比如说我们上海那个事情 上海那个事情是一个意外 出事大部分是年轻人 对 是死了人了 是吧 法国这个事 它不是意外 它是传统 它已经连续多年 一到跨年就烧车 对吧 咱们中国的年轻人 跨年的就是散步 大家一起在外滩看看景色 法国人烧个车 但中国人还踩踏 这是 所以他烧车这个事 看着是个简单的现象 实际上是一个很深层次的 一个社会原因 就是要宣泄暴怒 那烧车是无主车 就是他有主 就是他不知道是谁 他不是说我跟这人有仇恨 趁着今天把他车点了 不是这事 就是逮着谁烧谁 对 那将近1000辆车是很大的 你想想一个城市 1000辆车在燃烧 那巨大的事 那天咱们不是就聊这个事吗 后来我看见有些反应 我发现来自法国方向的 这个中国知识分子 他沐浴了法国的这个风气之后 境界确实跟咱们不一样 那咱中国人一聊 就说这事 就是说 拿这个画人漫画 穆罕默德 这么采绘人家 对吧 是不是也有点过 对吧 但是你看 对于这个争议 说我一看微信上 有个人写文章 就说 中国人对言论自由的看法 这就叫秀下限 就是我们 你们这叫下限 但是法国人追求的言论自由 那叫上限 就是最高标准的言论自由 是这个标准 就是说 我可以发表 我拿你开玩笑怎么了 我拿你开玩笑 你可以到法庭告我 但也不代表 你可以扼杀我的生命 对吧 中国孩子可老实了 那个时候 好多年以前 我父亲还在世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我那时候研究戏剧理论 可能我那时候准备 想出书什么的 我爸一听说 我想出书这事 反正顺嘴说了一句 他就放在心上 有一天特别认真拉着 我说 很爱这样 别的你都行 你想去哪旅游 我也不拦着你 但出书这事 你自己考虑一下 他就说了四个字 言多笔诗 他经历过文革 所以我们长辈特别担心 你在公共平台发表言论 对 后来我进入演艺界了 什么的 有时候会接受采访 我家里姐姐们就对担心 我在电视上乱说 其实我想 我怎么可能胡说八道 但他发现 说话 在公众媒体上说话 是一件危险的事 当然了 但是西方 他发现现在也是 现在西方人也是 我深有体会 西方人也是 所以这次查理周刊 在探讨他的边界 全世界是有另外一种成名的 就是说你的言论自由 是不是应该有边界 是不是有文化之间的 互相冲突 再有宗教边界 应该是有限度的 因为宗教是人类文化情感 最高的一种表达方式 但西方人可能认为 言论自由是最高的 对 所以他就出现这个 健康新概念 就打出了这个牌子 叫我是查理 所有人都 他言论自由是他的 他是言论自由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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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自由是在 你不太论 那么可怕 这么多的 再论自由 你不太论 东西 感谢观看